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雨爆C919國際航展大敗 訂單為零 驚人拼多多市值一夜間蒸發 550億美金 內地旅遊港未換港幣現金 小紅書分享血淚教訓 大陸兩年內關閉宜晚幼稚園 預示經濟將含困境 大家好 歡迎來到社會多眠體 我是榮恩 上個月中旬 凡保羅航空展會在英國漢普郡凡保羅機場舉行 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200家發展商 參加了展會 中國國產大飛機C919以模型的方式良相 卻遭如尷尬 訂單數額為零 通過這次航展 各國一共簽署了286架飛機訂購合同 其中成交數量最多的是 美國的波音公司和歐洲的空客公司 波音公司獲得118架飛機的訂單 空客獲得164架 而中國的C919在這次航展上 一架都賣不出 雨爆 這次凡保羅航空展會的規模很大 吸引了世界上多家著名的航空公司 作為全球航空的搞搞者波音和空客 自然是本屆航展的焦點 他們展示了最新的飛機 中國在航展上也設立了專門展位 向公眾展示了多款飛機模型 C919作為中國自主研發的客機 在這次航展上一架都賣不出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沒有獲得歐美國家的飾航證 它雖然在國內已經成功完成了首次商業飛行 並且使用時間也超過一年 但因為沒有飾航證 它只能在中國地區飛行 正因為沒有飾航證 它不能直接出現在展會延場 只能通過模型的方式展示 路透社2021年12月報導 在飾航證考證計劃的276項認證測試中 C919僅通過了34項認證測試 另外它還有一個重大的先天不足 它在各項重要技術上對國外的依賴程度極高 專家金斯德在2020年底的一份報告中指出 將C919稱為中國飛機是一種誤導 因為它幾乎所有的部件 包括能量飛機起飛的所有部件都是進口的 根據Air Framer的數據 美國公司幾乎佔了C919主要供應商的五分之三 另外三分之一來自歐洲 只有14家主要供應商來自中國 其中七家是中外合資企業 這些中國供應商主要提供技術相對簡單的機身和機翼 僅佔整個飛機成本的25% C919的關鍵零組件 例如發動機、飛行控制系統、電子設備等等 依賴於國際知名供應商 諸如美國的通融電器、德國的尼泊海爾等業界橋柵 甚至看上來不起眼的喜樂家 也都是進口的 在中共與西方關係不穩定的情況下 中國雙非是否能確保從西方獲得製造C919所需的關鍵部件和售後服務 這亦是國際賣家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據法廣報報導 8月26日 電商平台拼多多發布了大二歸道財報 顯示其業績未達市場預期 印發股價大幅下跌超過28% 這時拼多多自2018年上市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市值蒸發近550億美元 報導稱拼多多的運營支出在二歸道增長了48% 這主要是由於該公司加大了營銷、廣告和促銷活動的投入 與此同時 由於員工相關支出的增加 總模和行政成本同比增長了兩倍多 達到18.4億元人民幣 拼多多主要在中國運營以折扣為主的拼多多平台 並在國際市場經營T無平台 拼多多集團董事長兼聯席CEO陳淚 在與分析師的電話會議上表示 公司未來將面臨消費者需求變化 競增加劇和全球環境不確定性等諸多挑戰 他強調公司將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這將需要增加投資可能會影響營利能力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脆弱性 房地產市場持續疲怨 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 導致消費者減少購物 影響零售和電商行業 此外阿里巴巴和京東等主要競爭對手 也推出了大規模促銷活動 進一步加劇市場競爭 陳淚還提到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正向體驗消費轉變 越來越注重利益消費 拼多多財務副總裁劉錦指出 未來的收入增長 將因競爭加劇和外部挑戰而承受壓力 除了拼多多、阿里巴巴和京東等中國電商巨頭 也受到中國國內銷售疲怨的影響 導致其營收未達預期或緊實現未弱增長 彭博經濟學家分析指出 中國電商公司正面臨消費疲怨的問題 儘管通過大幅降價促銷 但收入增長依然放緩 這反映中國消費者信心的下降和消費意願的減弱 去年新冠疫情措施解除後 消費一度反彈 但今年由於大範圍財源、減薪和房地產價格下跌 中國消費者變得更加謹慎 影響了多個行業的表現 最近一則來自小紅書的旅遊貼士 引起不少網友的關注 一位內地女生在香港旅遊後 在小紅書上發帖講述了她的血淚教訓 這個女生在鐵文中提出六點建議 我們一起來看看 第一條就是要兌換港幣現金 她說自己這次沒有帶現金吃了不少虧 雖然香港到處都有換錢的地方 但有些回率高還要收手續費 所以她建議沒有換港幣的話 至少也要帶些現金或銀行卡 否則真的是寸步難行 第二,記得帶轉換插頭 這個女生就因為沒帶 差點手機就沒電成了磚頭 她本來網上買了一個 結果沒收到貨 到了酒店一看 房間裡面也沒有 只能靠充電簿籌合 第二日想去街邊小店買 但是人家只收現金 她又沒帶 結果想買都買不到 第三,做好攻略好關鍵 香港的景點相當熱門 人多排隊是嘗試 如果沒有提前規劃 可能會白行一趟 甚至會錯過一些景點的開放時間 她提醒大家要了解香港商店的開門時間 她最後一天早上想去買藥 結果到了才發現商場還沒開門 所以去了液系等 最後她們跑了好幾家藥房才找到 第四,買張八達通卡絕對是明智之選 這個女生就因為只買了地鐵一日通 坐不到巴士非常不便 第五,自帶水可以省不少錢 據個女生說 香港的水價格偏高 另外她對香港的檸檬茶評價不高 覺得超難喝,超級苦 最後選擇酒店要考慮地理位置 最好住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比如尖沙咀旺角附近 出行更方便 她這次訂的酒店位置有些偏 每次出門都要步行去到坐巴士的點 這個女生還分享了一個小插曲 坐巴士時不知要按鐘下車 結果錯過了站 這篇鐵文在網上引發疑義 有人覺得這些建議很貼心 對計劃去香港旅遊的人很有幫助 但也有人提出質疑 認為現在去香港不換現金也可以 用銀亂卡或者在當地ATM取款就可以了 據《日經亞洲》報道 中國在兩年來關閉了二萬所有幼稚園 預視出生率下滑 將嚴重衝擊經濟 北京當局正急尋解決方案 即使中共於2016年停止實行一胎化政策 但中國的生育率仍連續七年下滑 中國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 從2021至2023年 幼稚園數量減少了二萬所 由294,832家降到274,480所 大半被關閉的是私立幼稚園 以前家長必須在門口排隊才能申請到最受清雷的幼稚園 如今這些幼稚園急著在開學前招滿學生 中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 去年蒸發了超過17萬個全職學前教師職位 幼稚園數量的減少未來將會波及小學、中學和大學 有分析指出 到2035年將有近180萬名小學和初中教師過程 不過中共官方數據經常隱瞞不離情況 實際數據可能更糟糕 除了經濟放緩、青年就業前景暗淡 許多中國年輕人不願或推遲結婚生子 出生率可能在未來進一步下滑 根據當局本月發布的數據 中國今年上半年的結婚夫妻人數比去年餘減12.7% 創下近年離身低 這顯示中國的人口結構危機患在加速惡化中 中共當局正在想方設法 希望扭轉出生率下降的趨勢 採取的措施包括讓夫妻結婚更容易、離婚更困難 並試圖降低生育、撫養和教育成本 然而這些舉措至今似乎都未產生明顯的效果 住在江蘇省的李女時告訴日經亞洲 我們每個月已在個女身上花了超過1萬元人民幣 我現在沒能力再要帶2個或3個小朋友 如今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形成了專家所說的倒金字塔型 即老年人口不斷增加 兒童數量不斷減少 2023年的中國新生兒數 以從2017年的1,700萬下降至900萬 在可預見的未來 中國每年的出生人口仍將逐年下降 借加劇了人口挑戰 導致經濟進一步放緩 研究公司BMI國別風險 與行業研究的亞洲國家風險主管戴倫泰 在6月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 未來1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將銳減 使每年GDP增長減少百分之一 近年來 隨著育齡婦女數量減少和疫情的影響 中國出生人口 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 隨之而來的是 幼兒院入學兒童數量的銳減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 從2021年到2023年 幼兒院的數量 從294,800所減少到274,400所 兩年內關閉了兩萬所有幼兒院 這一大幅下降主要發生在私立幼兒院 影片中 在一家即將倒閉的幼兒院 聚集了許多家長 都是來土耀學費的 有網友發視頻說 這個已經是他們家附近 第三家幼兒院關閉了 都是開了十多年的幼兒院 還有倒閉的幼兒院院長披露自己的現狀 我的幼兒院關閉了 最終虧損兩百萬 2018年 我投資第一家幼兒院 最終以低價轉讓結束 2020年 投資遊樂場項目以虧損結束 2021年 投資餐飲 最終低價轉讓 同一年 接手了第二家幼兒院 2024年 宣布關停 就現在 所有產業都歸零 幼兒院第二輪倒閉潮 再次來到 深圳國際學校 英威特幼兒工學 剛在六月發佈招生公告 還自滿信信地說 請了外科校長 結果 到了7月卻突然通知 停止一切招生 不再繼續辦學 除了一線城市 曾經學位緊缺的成都市高新區 報名人數甚至達不到招生人數的零頭 實際上 從去年開始 幼兒院倒閉潮就開始了 教育局的這個數據表明 中國幼兒院的數量 去年出現15年來首次下跌 未來3年幼兒院倒閉潮 形象計作 歷年生生人口數量 2020年 生生兒數量急劇下跌 今年他們正好到了上幼兒院的年紀 學生不夠了 不少幼兒院只能倒閉 而2021年 2022年出生的人口更少 這個意味著未來兩年幼兒院倒閉潮 還要計作 天啊 這個是今年第二家長 來跟我說幼兒院班級解散了 上一個是民辦院 辦住辦住就辦不下去了 來叫我幫他找幼兒院插班 前兩天又有一家長 他們的情況更離譜 今年入託六彩了 班級還未開就解散了 我們這位家長的小孩子 今年入託 報了家門口的一所示範院的託班 要知道 在上海的公辦託班入學 還是有一定門檻的 一頓操作報名驗證 小孩子也是順利錄取了 本來是佳大歡喜的事情 前幾天 幼兒院突然通知說招生人數不夠 託班開不出來了 要知道 這裡還是上海一所公立 最高級別示範院都沒有生源 今年不僅是上海 很多地方的幼兒院都出現了招生難的情況 上海還有部分幼兒院降低了門檻錄取 比如說家長沒有居住證 有居住登記憑證也能錄 今年如此 明年後會怎樣呢?難以想像 據悉 有些幼兒院出現經營困難的情況後 選擇了轉譯 浙江金華市武城區的北遠小區 建於上世紀90年代 第一幼兒院 自1998年起招生火爆 往年的招生公告一發出 當日就可以報滿 然而2022年秋季招生時 情況急轉直下 第一天報名的人僅有寥寥幾個 根據統計 去年金華武城區的出生率為 5.43% 較2022年下降了0.47% 到2023年5月 城東街道僅登記一名新生兒 院長表示 幼兒院去年很費力先湊齊兩個班 社區裡老年人多 且缺乏專業康養機構 所以決定改成養老院 去年10月 幼兒院的外場被重新粉測 正式開啟了養老服務 這種幼轉老的現象 並不僅限於金華 全國多個城市 比如深圳、太原、濟南等地 也陸續出現類似轉譯試點 回應中國小子化 和老年化的雙重社會遍遷 外界認為 幼兒院大量倒閉的背後原因 是出生率下降 年輕人就業困難 以及政府對盈利性教育機構的打壓 在過去,家長為了給小孩子 爭取一個優質的幼兒院名額 不惜在門口排場隊 而如今,這些幼兒院 則為了招收足夠的學生而發售 2023年 全國學前教育入學而逃減少500萬人 總數降到4092萬人 創下2014年以來最低水平 同時,超過17萬的全職學前教師職位消失 家長亦為經濟壓力苦惱 譬如,江蘇省的女女士和丈夫 正考慮將2歲的女兒送入公立還是私立幼兒院 她坦然,教育質量固然重要 但她已經在女兒身上花費大量金錢 無法再承擔多養一個小孩子負擔 面對出生率下滑 中國政府正在尋求長期解決方案 其中包括鼓勵婚姻 限制離婚等措施 但這些措施的效果上代觀察 政府亦採取了一些具體行動 譬如擴大公立學校的規模 補貼符合條件的私立學校 並鼓勵更多學校 招收3歲以下的幼兒 研究人員認為 當前的幼兒院危機 或許為中國提供了改善兒童 保育環境的機會 畢竟目前救育小孩子的成本 相較於收入 仍然偏高 據北京智庫 《肉窩人口研究》 今年2月發布的報告顯示 在中國 養育一個小孩子 從出生到18歲 最費用是人均GDP的6.3倍 僅次於南韓 位列全球第二 儘管中國 在2016年結束了一胎政策 但生育率已連續7年下降 近年來 中國出生人口數量急劇下滑 從2017年的1758萬 一直下降到2023年的902萬 預計2024年生生兒數量將進一步減少 再加上政府對盈利性教育活動的打壓 2018年中國國務院 禁止私立幼兒院上市 並禁止上市公司投資盈利性幼兒院 這亦進一步影響了學前教育的發展 然而 儘管如此 一些家長仍傾向於選擇私立學校 原因在於他們不滿公立學校教育方式過於死板 強調成績和外國主義 河南省的一位父親表示 我希望給小孩子選擇 一個能讓孩子快樂的學校 而不僅僅是應是教育 與此同時 外界還觀察到 近年來 中國多地學區房價格 在此大幅下跌 南京、唐、杭州等城市的學區房價格 普遍下跌,部分甚至接近腰斬 以南京為例 以梯隊中學和小學的學區房價格 以大幅下滑一個典型案例 是南京清河新域一川小區 過去該小區 對口金寧惠民小學和中學 房價層一度飆升到 每平方米92000元 然而今年7月 同戶型的房價已經跌到每平方米37000元 總價從570萬元 就降到233萬元 三年內價格下跌約六成 杭州的學區房市場 也未能幸免 曾經高達每平方米10萬元以上的 西湖區崇民公寓房價 如今已經大幅縮嘴 最近 一套117平方米的房 在拍賣平台上以680萬成交 至合單價僅為每平方米61400元 相比2021年初的一次拍賣價格幾乎要斬 外界認為學區房的價格暴跌 反映了人口出生率下降 和經濟環境惡化的雙重壓力 去年 中國人口數量經歷了意外的大幅下降 新出生人口降到902萬 到2022年減少了54萬 同時 死亡人數增加到1110萬 比上一年多出69萬 據悉 上海市2023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0.6 處於全球低位 這數據意味著 會位於零女性平均子生0.6個小孩 遠低於中國平均水平1.0和南韓的生育率 上海新統計錄德數據估計 會刷新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大都市記錄 有分析指出,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 在沒有人口流入的情況下 上海這個擁有兩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 人口降到10萬,只需五代人 導致這一生育率低迷的原因包括撫養成本高 經濟負擔重 對現狀滿意以及年齡或身體原因 特別是在上海,養一個小孩到18歲的成本高達8萬人民幣 是全國最高的 生育率令上海的養老負擔進一步加重 截至2022年底,上海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達到18.7% 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而老年人口撫養比亦持續上升 儘管上海市推出了包括育兒補貼、房屋補貼 和輔助生殖醫療服務 納入醫保等措施來鼓勵生育 但專家普遍認為這些政策力度不足 且激勵機制存在錯維 難以有效提升生育率 數據顯示 上海戶籍人口的一孩率為74.03% 二孩率為24.02% 三孩率和四孩率則分別只有 1.84%和0.11% 針對人口問題有分析自出 上世紀70年代 中共通過嚴厲的獨生子女政策 強行控制人口增長 導致中國的人口結構出現前所未有的流曲 儘管短期內看似降低資源消耗 提高了勞動人口比例 但這一政策長期負面影響正在顯現 趨著人口持續減少 勞動力和育齡腐女數量上上下降 社會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 未來的中國 恐將陷入深遠的社會經濟困境 不僅如此 嚴禁中國惡劣的社會經濟環境 也導致生育意願的急劇下降 年輕夫婦普遍感到生不起小孩子 教育一個小孩子的預算 以接近50萬 再加上學區域、下令營、出國留學等公額教育費用 更叫人望而卻步 與此同時 年輕人面臨著嚴峻的就業形勢 2024年初 16-24歲青年的失業率 已經攀升到15%以上 一些年輕人甚至絕望表示 韭菜時代 到我們這裡就結束了 我不會再生兒子了 這一句法治內心的呼叫 導出了當下中國年輕一代 對未來的無奈和抗拒 聯合國最近一份報告預測 到本世紀末 中國人口將從目前14億 銳減到6.39億 這一數據 夠兩年前預測 復幅下調 這意味著 中國人口全球佔比 將從歷史上的三分之一降到近6% 更為嚴峻的是 人口結構的畸形化 到2050年 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將達到31% 而到2100年 這一比例將接近總人口的46% 幾乎是美國同期預測的兩倍 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 正如同灰犀牛般的巨大危機 接近每一個中國人 中共政協委員指出 農村地區的老年化現象 嚴重且缺乏社會保障 激待改善 官員則討論 如何解決 養老資金來源 以及養老機構床位緊張的問題 實際上 中國 對老年化的擔憂並非新鮮事 但2023年 新生人口的急劇下降 令到這一危機更迫在未知 專家預測 到2050年 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場 老年化危機 戒時 每個老年人只能依靠 1.5名 勞動力的供養 雙方都將承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點讚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